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来到我们考古公开课现场的各位观众 都是我们节目组面向社会招募的热爱考古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中国有句老话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盘古开天 女娲造人 后裔摄日 精卫填海 我们从充满浪漫色彩的神话故事中追寻着本民族的历史之源 福西眼八卦 神农长白草 我们从这些传说中构建着我们的文化之根 这些神话传说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口口相传 又被后世记录形成文献 那么几千年之后我们有了考古学 我们能从地层中找到这些神话传说的踪迹吗 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想跟现场的观众朋友做一个交流互动 刚才我们提到了三皇五帝 有谁知道三皇指的是哪三皇 五帝指的是哪五帝 陈老师好 关于三皇的传说比较多 有福西 女娲 穗人 天皇 地皇 人皇等 而五帝主要是以司马迁所著 史记 五帝 本记的比较流行 它是指皇帝 专须 帝库 唐瑶 于顺 这个小伙子给了一个答案 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比较常见那个说法呢 和刚才那个小伙子说法其实差不多 三皇呢就是福西 神农和穗人 然后五帝呢就是姚舜 皇帝 专须和帝库 尤其是专须和帝库这两位 那个字比较难写 大家回答的究竟是否正确呢 我们请上今天的主讲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 韩建业教授 我们掌声欢迎韩老师上场 孫老师你好 韩老师您看刚才关于三皇五帝 我们的观众他们说法不一 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他们答的对不对 我们中国历史上呢 就是三皇五帝夏商周 那么三皇五帝就是我们中国历史的开端 那么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和传说呢 三皇要更早 五帝呢略晚 那么具体呢 这个五帝就是有很多的说法 大概有六七种吧 那么其中最权威的 最主流的一种呢 就是这个史记里面所记载的 玄元皇帝 然后呢 撰须 帝窟 瑶和顺 这五位 那么三皇呢 因为他年代可能比较早 有一些不同说法 大概也有六七种 其中呢 我自己觉得比较权威的 比较能够认可的一种呢 就是这个福西 女娲和神农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三皇五帝 到底是传说中的人物呢 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人 在古代的时候 在我们中国传统 历史当中 大家基本上都是把它作为一个 真实存在的 这个早晚的两个时期的人物 去看待 包括革命之后 我们最开始还有皇帝纪年 那都是可以去考证的 大家相信这个 但是呢 这个到了 这个近代以来 国际上吧 可以说出现了 对中国古史的一个怀疑 当然在中国也有 著名的这个遗古派呀 这样的话呢 后来又出现了 这个声势浩大的遗古运动 很多人做研究 就发现呢 就是说 你这个 记载三皇五帝的这些书 这些文献 都是这个比较晚静的时候 比如说有的是周代 所谓的晚期 就是春秋战国 有的甚至是汉代 或者甚至以后的一些文献的记载 后人 对 它并不是说留下了这个 真的 福西女娃时候的什么文字 或者有一本书 说三皇五典 留到我们现在 确实没有 这样的话呢 按照这样的一种观点 一种严谨的观点 认为这个东西可性度不大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很多时候 大家就认为它可能是 就是一个传说 就是一个神话 所以是有不同的观点 我想这种不同的观点 到现在为止 仍然在国际学术界都存在 没有形成定论 关于中国古史的研究 以前我们主要是依靠着 像史记这样的历史文献 因为有了考古学 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可以说又有了新的手段 那么韩建叶老师 是如何走上中国古史的 考古学探索之路的呢 我们请韩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述 考古学呢 主要是通过考古的调查和发掘 去研究古代的历史 我们也会参考文献 但是呢我们的重点的研究 在这个和文献记载的 结合这一部分啊 主要是历史时期 至少应该是夏商周以后 但是我本人呢 花了比较多的精力 去研究夏商周之前的 这样一段历史 这可能跟我本人呢 这个从小时候的兴趣有关系 我很小的时候 可能跟诸位一样 就是特别喜欢听故事 尤其是古代的故事 我记着我看过一本 我爷爷读过的 民国时期的一个课本 上面有这个三皇五帝的 这个头像 看着都是很神奇的样子 然后我自己呢 也读过一些像西游记啊 什么风神演义啊 这样一些 现在叫神话小说 那都是我父亲呢 从别人那个地方借来的 到了初中的时候 我自己用这个采药的时候 卖的钱 也订了一些杂志 买了点书 其中有一本书呢 就是袁柯先生的 中国古代神话 在这个书当中 讲到了攀古开天辟地 皇帝战赤幽 嫦娥奔月 大鱼治水 等等这样一些故事 非常的精彩和吸引人 但是这些神话故事 到底是 后来的人编出来的 是一些神话 还是说它真的是 时有其人 我是自己没有办法分辨的 但是我一直对这个 神话传说啊 神话古史啊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到了1987年 我考北京大学 当时呢就想报历史学 当然还有一个是哲学 但是那一年 87年呢 我们甘肃既没有历史 也没有哲学 有考古学 那我就报了 跟历史学相近的考古学 后来我发现呢 实际上是报对了 因为实际上通过历史学本身 还不能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 它必须呢 要跟这个考古学结合 那么下面呢就是 我也想问一问 在座的诸位 就是说 我们平常都说 这个神话 传说 古史传说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个神话和传说 到底有什么区别 韩老师您好 我个人认为呢 神话可能主要讲述 以神为中心 虚构的内容比较多 而传说呢 主要讲的是 英雄人物 或者是以人为中心 有一些演绎的成分 但是还是有史实根据的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基本上呢 我也是赞同你的观点 但实际上 我们现在用的神话这个词 更多的是对这个西方的 比如说英文当中的 Miss这样的一个词的一个翻译 意思就是虚构出来的 关于神的故事 它呢实际上反映了一种 古人对这个宇宙起源 宇宙秩序的这样一种 特殊的 那个时候的一种认识 那么把神话这个词呢 放到中国 把历史上的这种三皇五帝 这样的故事 都叫做中国神话故事 我觉得不是特别地合适 因为在文献记载当中 在民间传说当中 三皇五帝呢 它都是我们的 杰出的先祖 是我们的祖先 你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 没有得到定论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轻率地 把它们都归制为 虚构的神话 因为它可能毕竟 有着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 所以我个人呢 更愿意按照 徐学生等先生的意见 把这个时期叫做 古史传说 叫做传说时代 那么这个传说时代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存在 仅仅通过这个文献本身 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遗古派的一些先生 他也认为 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要依靠考古学 要跟考古学去进行对阵 通过考古学对阵呢 那我们得有这个切入点 实际上我认为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鱼征三苗 就是大鱼 对三苗的征伐 这样一个事件 我作为研究生阶段 的一个实习 我就是到了河南省 驻马店市郊区的一个遗址 洋庄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 这是洋庄遗址啊 戴着眼镜的啊 这个穿戏服的那个是我 然后挨着这一位呢 是宋益勤 他是我们发掘的领队 我们发掘出的这些遗存啊 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大约是距今四千年左右的 我们考古学上 把这个阶段叫做龙山时代 第二个阶段呢 是距今三千七百年以后的 也就是 所谓二里头文化的遗存 二里头文化呢 我们认为是属于 下代晚期的遗存 那么我作为一个 出出茅庐的啊 刚开始研究生 二年级的一个研究生 那么对这样一批 全新的材料 怎么认识它 我觉得很难啊 面临很大的挑战 那么我在反复地整理 摸索的过程当中 我就逐渐地认识到 这个阳庄遗址的龙山遗存 大家看这是阳庄遗址 龙山遗存出土的这个淘气 它实际上是可以明显地 分成两个阶段 或者前后两个时期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前期 那么前期呢 第一件器物是一个三足的顶 第二件呢是一个顶足 那个叫宽扁式足顶 它的顶足比较宽比较扁 第三个是一个高领罐 第四是一个盆 第五呢是一个雷波 还有下面这个碗 还有这个比较粗的这种 饼的豆 那也是残的 是吧 一部分 这样的一些器物呢 它都不是以前我们理解的 河南这个地方应该有的东西 它应该是属于两湖地区 湖南湖北江海平原地区 典型的石家河文化的东西 我本科的毕业论文呢 也写的是石家河文化的这个分期 所以说对石家河文化比较熟悉 我一看这个呢 就会有一个印象 这是石家河文化的东西 怎么在这儿 那么洋庄遗址的这个龙山的后期 就是下面的这一组器物 非常典型的 河南中西部地区 王弯三旗文化的这个器物 那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说洋庄遗址啊 它龙山前期它属于石家河文化 龙山后期呢 属于王弯三旗文化 这样一个文化的变迁 在1992年那个时候 基本上还很少有人注意到 我认为这样一个考古学上的 比较很清楚的文化的 一个变迁的现象 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 是不是你这个地方的一个独有的 或者你没有认识清楚 那我就把这个河南省的东南部 还有河南省西南部呢 就是南洋地区 甚至我把这个湖北 江海平原地区 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材料 都进行了这个梳理研究 我就发现呀 在这样一个非常广大的区域 也就是整个河南省的南部 一直到湖北和湖南北部 这一大的区域 都存在这样一个文化的变迁现象 就是都是在前期的时候 石家河文化 后期的时候 都很像是河南的 这个王王尔塞群文化的这种东西 这样一个大范围的 剧烈的文化变迁现象 那么它的背后呢 应该是有一个剧烈的事件 比如说 我们能想起来的剧烈的事件呢 那就是战争 那么恰好呢 有余真三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它可能是余真三瞄 这个事件的一个具体的反应 那么这一段呢 我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韩老师 韩老师的讲述娓娓到来 但是我听着 还是感觉到很震撼 起码有两点 一点就是韩老师讲到的 我们今天没有看到的 我们不能认为它就是不存在 第二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韩老师用考古来挣古史 而且是传说中的古史 我觉得这个尝试也是非常勇敢的 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 你们听了韩老师的讲述之后 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问题 韩老师您好 我想向您提问的是 在您刚才的讲述里面 提到了关于那个时代 我们现有的古史很少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 费一些心思 去费力 来研究那一时期的一个变化呢 中华文明呢 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 这是举世皆知的 不管是中国人 还是这个西方人 其他地区的人 都对中华这样一个 非常伟大的文明的来源 它的来历都非常感兴趣 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本来在中国古代呢 是问题不大的 三皇五帝 夏商周嘛 那三皇五帝 就是我们的祖宗 就是这个很清楚 但是呢 到了近代以来吧 随着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那么我们知道 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形成 以我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观念 那么在17 18世纪开始 就有一些西方的学者 他就提出 他说这个中华文明 来自于埃及 来自于巴比伦 反正都在西方 他可能觉得 不应该在中国吧 有些学者 在这个20世纪初 他也提出了 这个姚舜语 抹杀论 就是姚舜语 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中国的学者呢 一些新派的学者 他也提出了 东周以上 无信使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中华文明的前面 很长的这么一段呢 就真的给抹杀了 就没有了 那我们中华文明的 真的源头 在什么地方呢 实际上大家就寄希望于 这个新诞生的 1921年诞生的 这个考古学 希望在地下 解读这个五字天书 去发掘出我们的 中华文明的源头 我们的祖宗的遗存 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得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仅仅依靠 这个纯粹的考古学 能不能把我们 中华文明的源头 真的搞清楚 那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两河流域 西亚的苏默尔文明 我们知道苏默尔文明 从大约5000年前 到大约4000年前 差不多1000年的这个 辉煌吧 创造苏默尔文明的 就是苏默尔人 他们呢 发明了这个楔形文字 也就是在泥板上 压印出来的这个文字 所以可以保存在现在 在这个楔形文字当中呢 讲到 说是这个苏默尔人 我们是来自于 东方的黑头人 有人说黑头人 是不是脸是黑的 人家说的是黑头人 好吧 头发是黑的 而且我们看 在剑桥这个古代史 最近也有翻译的 苏默尔的语言 它属于这个跟现在 我们说的汉藏语系 和这个阿尔泰语系 最接近 跟这个两河等等 当地的那个 就是传说中 这个神话道中 跟亚当有关系的 陕寒语系 还有北方草原下来的 这个印欧语系 都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说如果是没有 这样一个文字材料 我们可能会很简单地 就认为苏默尔文明 一定是西亚地区 甚至欧洲 地中海地区的 所有人的一个源头 有了文献证明不是 当然后来的这个 赫提也好 亚树也好 还有希腊等等 他们也确实继承了 苏默尔文明的一些 文化要素 因素 包括他的写行文字 后面也会用 但是呢 毕竟那些人 作为人 他是不同的人 所以我想呢 从这个例子上 大家能看得出来 实际上你在 这个中华大地上 去发掘出这些遗存 确实需要有文献 有传说 我想我就这样 回答您这个问题 您在刚才的 这个讲述当中 也提到了一个传说 或者叫历史事件 就是语伐三描 这个让我们感觉到 既陌生又震撼 这语伐三描 在文献当中 有没有记载 在墨子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吸着三描大乱 天命既知 日遥消除 鱼血三招 龙生于庙 犬枯忽视 下兵地彻集拳 五谷变化 名乃大振 高阳乃密玄公 于青霸天之锐令 争有苗 似殿又止 有神人面鸟身 若井已是 恶事有苗之祥 这个祥呢 徐徐生先生认为是将 就是把他的手里 给杀了 然后苗师大乱 后乃随己 有这样一长的一段话 这段话呢 实际上里面 有一些字词 并不是我们现在 都能够把它 完全地了解 但是大致的意思呢 差不多 就是说 鱼啊 趁这个三描 发生这个天灾 内乱的时候 突然地攻发三描 然后三描惨败 退出了这个历史舞台 那么三描 内乱的时候 这里面提到 日遥消除 那就是说 晚上出太阳 晚上出太阳 显然不可能 那应该是这个 黄昏的时候 本来太阳快下去了 感觉到晚上了 突然又出来 应该是一个 黄昏时分的日全式 这样一个景象 这个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时候 由美国学者 就已经指出这一点 这个里面还讲到了 就是好像是有 似乎是有地震 有冰雹 洪水 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 这是关于于征三描的 一个基本的一些记载 不过有一点 就是这个默子 他离这个大宇 要这么算起来 也得有个一千多年吧 您觉得默子的这个记载 可信吗 大家可能很多人 都有这个疑问 因为默子 他是东周时期的人 离那个三描的时候 东周时期两千多年 离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时期 假如说它是四千年左右 也得有一千多年的 一千多年 所以包括这个 也属于后人记载 后人记载 对 但到底这个后人记载 是这个流传有序 到了默子这时候呢 把它拿回来用 还是说默子的时候 当时的人创造了这些故事 实际上三描啊 它呢就是 我们换一个词 就是叫描蛮 在文献当中经常讲到描蛮 比如说在这个战国册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三描之居 左彭丽之波 又洞庭之水 这个文山在其南 而恒山在其北 那么徐徐生先生呢 就考证 他说这个 彭丽之波 大概就是波阳湖这一带 然后洞庭之水 当然是洞庭湖了 那就是它是在洞庭湖 和波阳湖之间 恒山就不太好理解 因为恒山 现在的恒山很靠南 但是徐先生认为 这个恒山啊 应该是 这个当时横着的山 那就是在他们一北 就是同北山 而且在湖北那边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三描的丰部区域 画在这个洞庭和 波阳之间 同北之南 这样一个江汉区域 而且这个三描呢 在文献当中 也还提到他们有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 跟中原人不一样的 一些风俗 在淮南子里面讲 就是三描堂 他这个头呢 他应该是用麻 或者是布 去把它缠一下 而中原人呢 他要戴帽子 关嘛 而且他要这个 插那个发脊 或者叫簪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 这里面说到中国呢 指的就是中原地区 另外的话 就是徐俱生先生呢 他在 这个四十年代的时候 他有一本书 叫做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在这个里面 他把上古时期 或者四五千年前的中国 画成了三个区域 那就是 华夏集团 东边的这个 东夷集团 然后长江流域的 这个苗满集团 另外一位先生 门文通 门先生呢 在更早的时候 他的《古史正威》 这个书当中 把这个画成什么呢 他叫 河洛民族 江汉民族 和这个海带民族 这是文献当中 关于三苗的 这样一些记载 那就是说 这个 《语征三苗》 或者叫《语伐三苗》 这个传说的历史故事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生活在 中原黄河流域的 华夏部落 与生活在江汉平原的 这个三苗部落 发生了征战 大宇呢 是华夏集团的领袖 他是带领着 他的人去 罚三苗 征战三苗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那接下来就要提 这样一个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 大宇要带着 他的人马去罚三苗 凡是涉及到 原因的问题 我觉得都比较难回答 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 进行一个解读吧 因为于征三苗的这个时期 或者于发三苗的时期 它正好是 在夏朝建立之前 最大的一次军事战争 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看作 是一次统一的战争 统一战争 当然这是个很大的理由 而且在文献记载当中 华夏集团和苗曼集团 是多次发生战争 皇帝占赤幽 未尝不可以理解成是 一次因为赤幽 有的记载当中认为 它是苗人的之祖 还有就是尧顺 也都征伐过三苗 所以这个顺征三苗之后 要变异其俗 把他们的三苗的风俗 改变过来 于发三苗可以看作是 华夏和苗曼两大集团 斗争的一个终点 最终华夏集团 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三苗彻底退出了 这个历史舞台 可能有人说 这个统一是不是就是个结果 是吧 我罚完三苗以后 我就统一了 这只是个结果 不是原因 会不会有其他原因 那我们只能进一步地去推测 在上书当中说 这个三苗或者苗曼 它制作了很残暴的五行 说这个苗明服用灵 制作了五行 那么服用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用灵 灵就是灵气的灵 徐先生认为这个灵 就是华夏集团 华夏人所拥有的那种特殊的宗教 原始宗教 封族信仰这一套礼仪制度 它不用 它跟你不一样 而且还做那么残暴的刑法 那不得征罚吗 这是个很好的理由 实际上这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地学上的 或者考古学上的证据 就是余发三苗的这个时期 大约是距今四千年 或者四千一百年这个时期 那个时期呢 欧亚大陆的偏北方吧 有一个气候的著名的冷气 有人甚至把它叫做 这个小兵器 这样就会使得 北方地区的很多人 可能难以生存 所以说这个时期 实际上中原 华夏集团也遇到了问题 那么它就有一个 往其他地方扩张 转移一下这个矛盾 我要寻找更好的地方 而这个三苗或者苗蛮 这个地方呢 它正好根据刚才说的 莫子的记载 它是发生了 这个天灾 内乱 这样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 下人或者大鱼 看得很准 抓住时机 一举而下 大概是这样一个原因吧 通过韩老师的这番解析 我们大家了解了 鱼发三苗 就是说在四千多年前的 中华大地上 曾经发生的 部族或者叫部落之间的 这种大的征战 可以这么理解吗 韩老师 对 好 我不知观众朋友 大家怎么理解 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您好 我想知道的是 当时双方在战斗的时候 他们所使用的武器 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可能很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后来 我们一般说武器 冷兵器时代 可能会讲的刀啊 是吧 剑啊什么的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在黄河长江流域 都没有这些 那个时候的武器呢 主要的第一种就是 这个斧 斧子 战斧 石头的 当然也会做得很漂亮 作为权力的象征 那叫月 但是我想普通打仗用的 就是斧子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弓箭了 弓箭我们知道 几万年前就发明了 这个时期呢 无论是在长江流域 还是黄河流域 有大量的弓箭的 这个箭头发现 弓箭本身发现不了 有箭头 箭头呢 大部分都是石头的 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这个三棱形的 六棱形的 圆锥形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发现过 少量的这个毛 毛头 那当时可能有毛 但是确实说来很少 应该不是一种 主要的一种武器 还有呢 就是我想有大量的 应该是 各种棍棒吧 那也可以使啊 对 但是我们考古学上 因为很难发现它 这个有机制的东西 嗯 只于说 我们平时说的这个 箭 那是西方很早就有 短箭啊 后来呢 通过草原区域 通过这个中西交流 传到中国啊 上周以后会有箭 上周以后会有箭 尤其东周以后 中原地区也会用箭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 还有呢 就是刀了 刀呢 实际上不管是西方 还是在中国草原区域 还是说这个 长江流域 早期的时候都没有把这个 没有拿刀作为武器的 这个现象 这个刀呢 基本上这么长 小刀啊 草原区域的 挂在腰上 割东西的一种小工具 这种刀 这种刀作为武器呢 是很晚的事情啊 包括还有我们知道 到了二里头文化之后 就是下代晚期之后 有一种武器就是割 割大家知道 割呢 那也是到了二里头以后 才出现的 这个时期也还没有割 所以我们想那个时候的战争 能用的武器 尤其在中国 还是有限的 感谢韩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解答 我们知道了文献记载当中的 语法三描 那么接下来 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怎么用考古来证实它 我们请韩老师 为我们继续讲述 从考古学上 怎么样去对鱼针三描 或者鱼发三描 这样一个世界进行探索呢 那我们首先就是要搞清楚 与它所在的这个夏后世 它有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而三描呢 又有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夏呢 我们知道现在比较明确的 就是已经应该说是 绝大多数的人能够承认的 晚期的夏文化 那就是二里头文化 它的中心是在现在河南 掩饰二里头 是吧 二里头文化 它当然有很多的陶器 大苦尊呀 有这个痘呀 花边口言怪呀 有很多这样的陶器 所以它最能够体现 一个族的 它的一种特殊的文化风俗 那我们就正好要从这个 陶器上面去看 二里头文化它的全身 从哪来的 它的陶器本身来看的话呢 它主要是继承了 王王二三期文化的陶器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王王二三期文化的陶器 那这个第一件呢 是一个蚊 因为它的那个领呢 比较矮 我们叫矮领蚊 黑皮的一个灰陶 做得很精致 这个器物呢 是一个成厨器 装东西的 蚊嘛就装东西的 第二个陶器呢 是一个锤器 这是一件甲 这个甲呢 做得非常精美 第三个是一个更精美的 像一个杯子 但是它是非常细长的 它属于酒器 也是礼器 在祭祀的时候 或者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使用 这个就是菇 我们一般把它叫菇形器 我们一看这个器物 就知道它这个社会不简单 它不会是日常生活中 老百姓随便都可以用的东西 它应该跟仪式 跟这个一些庄重的场合有关系 王王三期文化 其实最多的陶器呢 是这一件 我们叫吃口罐 但这个器物呢 在王王三期文化里面常见 在二里头文化当中 也有类似的一个器物的发展的形态 中间这个器物呢 是一个折颜的器物 它下面呢 照片有点不太清楚 下面应该是有三个很矮的组 一般考古学家 把这样的一个器物叫什么呢 叫顶 中间这个罐子 旁边那也是一件 非常漂亮的黑桃的杯 这种杯子呢 也是属于酒器这一类 很精致的 表明呢 王王三期文化 它的发展水平不低 所有这些陶器 甚至是百分之八九十的陶器 跟二里头文化的陶器 都有渊源关系 那么王王三期文化呢 除了这些陶器 它还有呢 这个很多重要的 比较大的遗址 比如说有这个 河南登峰的王城港遗址 七十年代的时候 就发现了 只有那个小城 面积很小 面积很小 只有一万多平方米 当时河南的 安静怀先生就提出啊 这是余都阳城 大余所都的阳城 大家说你这也太小了吧 当然很多人还是相信的 但是这些年呢 又进行了新的 这个发掘工作 也发现了 有更大的这个城 这个城的面积 有三十多万平方米 那么这里面还发现了一些 这个夯土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 可能跟高等级的宫殿 能够有关系的 这样的一些遗迹 除了王城港城呢 还有一个城 就是在河南的密县 现在叫新密 有非常漂亮的城墙 那个城墙呢 都是两种不同颜色的土 夯起来的 如果你把它做解剖的话呢 就会发现 每一个方块的颜色 都是不一样的 横着也不一样 纵着也不一样 非常讲究的 一个夯土城墙 在这个城里面 发现了有比较大型的 这个宫殿建筑的遗址 还有一个遗址呢 就是位于河南渝州的 瓦殿遗址 瓦殿遗址面积也很大 这里面也发现了 很多重要的 这个建筑遗址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王王三起文化 它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二里头文化呢 既然是晚期的夏文化 那么王王三起文化呢 就极有可能是 早期的夏文化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石家河文化 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 江汉地区 以这个江汉平原为中心呢 分布了一个考古学文化 就是石家河文化 因为石家河啊 它是整个这个文化的中心 它的发现 跟刚才讲的 王王三起文化的 这个面貌是不太一样的 或者说区别比较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非常震撼的 这就是在石家河遗址里面 发现的大量的这种 红桃的杯子 这种杯子呢 不大 十公分左右 它的数量呢 是数以万计 或者数以十万计 或者更多 这种现象啊 在这个王万三起文化里面 是没有的 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 我们从这个图上呢 看得更清楚 我们看中间的那四个杯子 就是红桃杯 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开始是比较薄 比较大 变得越来越厚 越来越小 到最后呢 变得就是说 里面就好像拿一个指头是吧 这么称一下 意思一下就行 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呢 也是去判断它文化的年代 发展的早晚 另外的话 在石家河文化当中 还有大量这种红桃的桃树 这种桃树呢 有很多是各种鸟类 猪啊 羊啊 像大象啊 各种动物 还有少量的这个人物的形象 这样的形象呢 大家知道整个中国 在新世纪时代 雕塑还是很少的 但是石家河文化的雕塑呢 就是一个特例 它数量非常多 我想应该都是祭祀的时候 作为祭品 所以它应该是举行仪式的 这样的一个异流 旁边还有一件桃器呢 实际上属于石家河文化的 一个比它年代更早一些 叫屈家林文化 也属于三苗 或者苗蛮这个族系的 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叫屈家林文化的一个痘 我们叫双浮痘 在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 比较流行这种比较复杂的草器 在江海平原地区呢 可能就是 跟苗蛮有关系的 就是石家河文化 因为石家河文化的年代 正好是距今四千年多一些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东西对起来 就是说 王丸三型文化 应该是早期的夏文化 或者是鱼的文化 而石家河文化呢 应该是当时三苗 或者苗蛮的文化 下面的问题就是说 到了距今四千一百年左右 上面说的这种情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整个江汉地区 还有河南的南部地区 在很短的时间内 比较突然的 这些陶器 这些遗存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 去看这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呢 就是陶器方面 发生的巨大变化 也就是说 这个石家河文化的陶器 变成了类似于 王丸塞起文化的陶器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图 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 上面的那一列呢 它是距今四千一百年之前的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 是石家河的东西 下面呢 是距今四千一百年之后的 这样的特征呢 跟河南的王丸塞起文化 是完全一致的 而红桃碑 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很少了 或者消失了 所以陶器上 有个很大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呢 实际上不仅仅是发生 在这个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是核心啊 以前三苗的核心 它发生的变化是最小的 它的地方特色是最浓厚的 但是你们也看见了变化 实际上那个时候 河南省的南部 不管是驻马店信阳 还是南阳地区 都变成了比较纯粹的 往往是三七五花 就是我们看洋庄的东西 是吧 洋庄一指的东西 那就已经没有什么 湖北的因素了 没有太多特色了 就是跟河南省 中西部的东西一样 还有呢 就是湖北的北部 现在的这个早阳啊 香白啊 这个北部地区 随早走廊这一带 然后再往这边呢 就是湖北的西北部 实验室等等这一带 都已经属于 王弯三七文化 而刚才我讲的江海平原呢 你们看见呢 虽然有变化 但是那个变化呢 相对来说小一点 而且有地方特色 我们把江海平原叫什么 我们起了个新的名字 叫肖家乌鸡文化 以前的石家河的地盘 都变成什么呢 变成王弯三七文化 即便是肖家乌鸡文化 它的面貌 也跟王弯三七七文化 是很接近的 这个从我们做考古来说的话 从一个文化面貌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因为很短的时间 发生这么大的淘气上的变化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中原和江海之间 发生的第一个巨大的变化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石家河文化 它有差不多二十个古城 这些城基本上 都是屈家林文化的时候修城 大家听过吗 屈家林文化 它跟石家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它年代比石家河文化要早 面貌接近 它也应该属于三苗 或者苗蛮的文化 大家想想五千年前修的城 一直用了差不多一千年 用得挺好的 到了4100年这个点上 基本上全部都被毁 或者被废弃不用 突然这样的一个变化 城都被废了 那一定是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方面 第三呢 就是在这个上葬风俗方面 发生的变化 我们在石家河文化 发现的这个主要的墓葬 我们叫土坑树穴木 它里面随上了很多陶器 有的一个墓里面 随上一百多件陶器 在那个墓的边缘 马放得整整齐齐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文化 我给它以前归纳过一个属性 叫做重负轻贵 就是它特别重视这个财产本身 但是对这个身份 好像不是特别的强调 而河南的这个王王塞奇文化 它的这个墓葬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墓葬可以大 也可以小 但是里面一般不放东西 它就很质朴 放东西也是会放少数的一些 比如说象征身份的 随上一点小件的东西 带个玉很珍贵的东西 它不喜欢负 所以我把它归纳了 叫做重贵轻负 它这个文化风俗上有区别 但是到了4100年之后 石家河文化的这些土坑树雀木 都消失了 或者绝大部分消失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问关藏 问关藏在这个河南地区 以前也很流行 问关藏里面呢 随上一些玉器什么的 随上藏 从丁属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玉器 那么在石家河文化当中 以前是基本上没有玉器的 大家知道江汉平原 那个长江中游地区 没有什么预料 在他们的边缘地区 有时候会有一些玉月 是吧 那个大斧子玉月 那是受长江下游的影响 但是绝对没有 这些小件的玉器 这些小件玉器 我们看一下 这第一件 这个我们一般 把它叫戒字形的官 像戴着一个戒字形的帽子 这种戒字形的帽子呢 你们看一下 和某度文化 两种文化等等吧 实际上是跟神有关系 就是跟他们描述的 神像有关系 然后它的下面呢 有这样的两个尺 有人形容跟鸟有关系 但是加上中间 那个似乎有眼睛 总体上可以看作是一个 似乎是一个神像的 这样一个图形 另外呢 还有这么一件 非常漂亮的 透雕的 浅浮雕的一件装饰品 上面也应该是有一些鸟啊 或者是这个龙啊 神像这样的一些图案 这两件都是在江海平原 属于石家河文化 以前的丰布区出的 这种风格 以前在石家河文化时 绝对没有 一件没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的两件 这一件跟它很像的 它是发现在 山西的湘峰陶寺遗址 年代应该我认为是 比这个4100年要稍早 这一件呢 稍晚 虽然它们的年代很接近 但是从考古学上 我们从这个类型学的角度 从比对这个所有跟它相关的 器物的角度 我们排序的话 我认为它的年代更早 这一件呢 是一个也是很漂亮的一件器物 它是出土于 山东 林曲的西珠峰遗址 根据这个考古学家的划分 它属于龙山前期的最晚 而这个呢 我认为是龙山后期的偏早 所以它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 它仍然是 山东出的这一届年代要早 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江汉平原本来就没有这类玉器 以前没有根 而这些东西呢 在黄河流域 尤其在山东这些地方 人家一直有发展传承的脉络所在 所以这是从玉器上看 也应该能得出 这个从北往南的这样一个 渗透和影响的一个趋势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宗教祭祀这方面 我们前面提到石家河文化呢 它有拿这个红桃钢 叠成长条形的水管形的东西 去祭祀的现象 这个还是很普遍的 在石家河遗址群 甚至在比石家河文化早的 江汉平原其他地方 也发现过这样的现象 还有呢就是大量的红桃碑 大家想象一下 几千几万几十万红桃碑 但是到了4100年以后 刚才说的那种桃钢祭祀的现象 就完全消失了 祭祀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文化当中 也是最顽固的 最保守的这么一个因素 也没有了 这些重大的变故来看 就是在一个非常广大的区域 发生的这样一个五个方面的变化 它不应该是因为贸易 不应该是因为别的 我自己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战争 四千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上 王湾三七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 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 王湾三七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 造成了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灭 成员被毁 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 陶器 玉器等形制发生改变 根据韩建业教授的考古调查和研究 这些巨变在年代 地域 文化特征等方面 都对宇征三描有很好的印证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 叫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用考古学文化与传说中的古史相印证 我想韩老师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这也让我们对传说时代有了更多新的认知 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问题 韩老师好 刚才您从两处遗址中的遗存现象 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巨变 那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 那这个以考古学来证实 我们的这个神话传说时代的古史的可能性 那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您的证实方法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传说时代古史和考古学 怎么样去互证 怎么样去通过考古学证实 主要的还是前辈们都已经做过的工作 第一点就是你得承认 这个传说中的这些部族集团 他们有特殊的文化风俗 他们会留下比较特殊的物质文化遗存 表现在我们考古学上 那就是我们说的考古学文化 它会有这样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 传说中的这些部族和考古文化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这是个前提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做这种对证研究的时候 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 叫做有已知推未知 就是有已知的比较确定的 然后往前再一步一步地推 比如说我们首先得证明 碗商在哪 有了殷虚的发现 还有很多发现 我们现在知道碗商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河南的殷虚文化 那就是碗商时期的文化 都城也发现了 那你再往前推 早商在哪 那么早商呢 那就是说这个淘气上 很多风俗上跟碗商很接近的 这个以郑州商城和这个掩尸商城为代表的 这样的我们叫二里港文化 周恒先生 北京大学周恒先生等的研究 那仙商文化就在现在的 比较早的在现在的河北 那个地方有很漂亮的陶利等等 一直从延续下来到早商到英雄 一脉相承很清楚 但是大家要知道 周恒先生在七十年代提出二里头移植 主要是下 是因为他早期的时候 他的前面的这个时期 就是偏早阶段 他根本就没有利 没有利 后来出现利 大概是因为受了商的影响 所以说他跟这个商人有一定的共性 但是很多主要方面是不一样的 陶器系统是两个系统 它有一个逻辑体系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 往前再推的可能性 那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他往前推 他的前生是王王二三系文化 王王二三系文化应该是早期下文化 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逻辑体系 这是从已知推未知 这是一个基本方法 我个人呢就是说提出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文化谱系 和这个祖鼠谱系 还有基因谱系 互相这个 比较结合的 我把它叫谱系的这种方法 什么叫文化谱系呢 就是考古学文化 因为它彼此不一样 面貌不一样 它有一个 谁是源头 谁是发展 谁跟谁是平行的关系 谁跟谁 关系远 关系近 它有一个谱系 我们叫考古学文化谱系 另外我们现在有这个DNA 是吧 有这个基因技术 我们也可以研究人的血缘关系 虽然说这个血缘关系呢 跟这个祖鼠说 你的祖先一定跟你是一个血缘吧 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没问题 这样如果我们以后 这个做的多了以后 把三张网都往一起放的时候 如果它吻合的比较多 我觉得可能就会形成更多的公式 然后就可能会更接近真相 这是第一个 我要说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 就应该找什么呢 找这个重大事件去突破它 那就是考古学上 它会发生文化的巨变 很大的范围 文化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城市 也突然被毁弃了 这种事件呢 一定是发生了很大的事件 而这种事件呢 往往在这个 文件当中也会关注这些 比如说我今天讲的 余政三秒 余法三秒 就这样一个例子 下也好 三秒也好 这些你所涉及到这些 古史的人物事件 都有一个对应 就确定了 就是我把它基点 就基础 然后可以再研究别的一些 不是十分明确的 这样就更好办 所以我就是 补充了这么两点 这个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研究方法 在余政三秒事件的研究中 韩建业教授总结了两种方法 通过这两种方法 韩建业教授认为 余政三秒中涉及的 古史人物和事件 和考古发现 有所对应 前面我们讲到 余法三秒 这个应该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 传说当中的 一个历史事件 那么它到底 对我们 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我想可以从 这个两个方面去看它吧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九州 就是到了这个大鱼 治水 伐三秒之后 形成的九州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版图 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 下朝初年的一个 疆域 疆域 这是第一次出现了一个 最大的一个 真正的国家的 这么一个疆域 为什么这么说 实际上在史前时期 在六千年前 或者更早的时候 我们中国境内的这些文化 因为他们互相的 这个交流融合 已经形成了一个 很大的圈子 张光之先生 把它叫做 中国相互作用圈 延文明先生说 它是一座盛开的 虫瓣花朵 我自己把它叫做 文化上早期中国 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 这个几千年前 六千年前就形成了 它怎么形成的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 玉 季和雍这三个州 可能还包括 徐州的西部 这四个州 属于我们考古学上的 中原龙山文化 也就是说 养少文化之后 它发展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 这个龙山文化的群 叫中原龙山文化 他们彼此关系 非常的密切 而这个中原龙山文化的 核心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王二三清文化 下后世 然后呢 就是往里面看 徐州的这个东部 青州和眼州 这一带呢 属于我们说 东夷所在地 它可能是在 皇帝战持有之后 可能一统之后 整个黄河下游地区 也属于跟它 关系密切的这么一格局 然后呢 就是广大的扬州 以前有很强大的 两种文化 两种文化的下限 是四千三百年 我们现在讲的是 四千一百年 已经没有了 这个地方 当然还有很多人活动 也还有很多文化 但是呢 它是比较弱势 这个时期呢 是一个低潮 唯一的一个强大的敌人 就是在 现在看见的京 或者是江海平原 长江中游的 这个三苗 或者苗蛮这一组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从这个角度去看 于正三苗 实际上是 对于当时 奠定夏王朝的版图 对于创建夏王朝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以往呢 就是一般讲 什么时候 我们进入一个 成熟的国家 成熟国家 我们的标志叫什么呢 叫做亡国时代 这是这个苏炳奇 阎文明先生 他们提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亡国 亡的意思就是 在中国 最核心的意思 就是要望天下 就是要 土天之下 莫非亡土 我们现在所说的 这个九州的范围 很有可能真的 就是他当时 实际控制的政治疆域 政治范围 那也就是说 他当时在 那么早的时候 四千年前的 下代初期的时候 已经开始望天下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一发三秒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吧 就是他实际上 不光是奠定了 夏王朝的版图 而且呢 使得我们中华文明 由前面说的 苏炳奇提出的 叫做古国文明 就是一个一个的古国 迈进了亡国文明的 这样一个成熟文明阶段 这是第一点 就是我们说 于正三秒的 这个很大的一个历史意义 第二点呢 就是他对 于正三秒这个研究 对于夏文化的研究 或者是夏的研究 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现在 还有人在 否定夏的存在 即便是这个 相信夏存在的人呢 也有不同的观点 夏到底早到什么时候 在哪儿 那么在夏商周 带带工程的时候 当时想了一些办法 比如说 我们文献记载的 夏王朝的延续的时间 有470多年 也有说430多年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说 根据碳十四的测年 然后结合这个文献的东西 把它定一个点呢 这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也有问题 到底是470多年 30多年 是不是420多年 也可以啊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于正三秒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它的话 这就是一个钉子 钉在那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知道 说在距禁4100年 于正三秒的那个之后不久 或者说差不多的时候 进入了夏代 这个年代就定下来了 至于说这个年代 具体是4100多年 还是400多少年 这个可以以后慢慢地研究 但首先这个点就定下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夏的研究 有一些关键点 能够确定下来 以便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也就是说 于正三秒的研究 对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 我们这个 关于夏文化的问题 解决它有很重要的意义 通过今天韩老师的讲述呢 让我们对我们的传说时代 有了更多的信心 很多故事 或者说很多人物 也许真的存在过 同时呢 也让我们对我们的考古学 有了更多的期待 今天其实咱们说了 很多的语伐三秒 那么除了语伐三秒 其他传说中的古史 是不是也有被考古学遗迹所印证的呢 语伐三秒是 我认为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 其他的话 就我本人做的研究 还有这个寄放丹珠 就是说 周仁的先祖后继 他流放这个姚的儿子 丹珠 这样一个事件 我认为在考古学上 也是比较清楚的 还有更早的 当然是这个 比如说 着陆之战 是吧 皇帝战尺忧 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还有呢 就是比较具体的 比如说关于姚 它在哪儿 更多的人认同的 就是说陶寺一支 可能曾经有一度 是作为姚的首都等等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可以以后 再跟大家讨论 好 我们非常感谢 今天韩建业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的分享 谢谢您韩老师 求目之常者 必顾其根本 预留之源者 必俊其全源 我们从蒙昧混沌中走来 裹挟着先人的 珍贵记忆 心火相传 那些考古遗存中 闪现的智慧微光 正是中华文明 出生的样子 以考古来证实 以更续不绝的史实 来证明中华文明的 坚韧卓越 考古让文明 有了见证之力 文明让文化 有了自信之心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